这是一场让世人领教什么叫虎口拔牙的巅峰一战 一名年仅17岁 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 在排长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孤身一人利用有力的地形与敏捷的身手 奇迹般地穿越了越军竖艇德什卡 精心打造的交叉火力网 连续放倒三名敌军后 身中八弹 几乎无法动弹地趟 抱起一名越军指挥官 一起滚下了200余米高的悬崖 打出了一个狼牙山武壮士式的英雄壮举 这一战不光打出了一个 在同等兵力情况下的攻坚奇迹 更将越军的大王牌 决胜营的营指下破了胆 连夜冒雨气阵而逃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到底有多震撼呢 为了守住这个山头 孤注一掷的越军又有多疯狂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解放军的一个连 是如何将越军的王牌营 打到望风而逃的吧 前面我们讲到随着解放军的炮火 将越军势在必得的反扑 打到新灰意冷后 随着炮火的延伸 127师381团的七连 对612高地上的二号阵地 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围奸之战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虽然山头上的越军 明知大势已去 在表面攻势全部被毁 被压缩在几处狭小的洞穴之中的情况下 这帮子认为丛林战专家的亡命之徒 他们利用残存的攻势死守不退 使得整场战斗惊心动魄 危机四伏 主攻的一排 在排长的带领下 利用机枪火力压制 无后座力炮加手榴弹弓箭的打法 连续打掉多个火力点后 眼看离山顶越来越近 可谁知 一个被炸成了废墟的土堆里 竟然突然飞来一缩子弹 冲在前面的一排长 身中六弹 倒地不起 旁边第一次上战场的吴建国前辈 见排长负伤心痛不已 他一把接过排长手中的冲锋枪 在战友们的掩护下 继续向山头发起进攻 只见他忽左忽右 敏捷地利用土堆与岩石 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机枪的封锁 成功来到了火力点的下方 然后找准时机 拉燃手榴弹 猛地一扔 手榴弹不偏不斜地 飞进了敌人的射击口 紧接着 他又用冲锋枪 连续放倒了三名逃窜的越军 就在这时 侧面突然飞来一缩子弹 吴建国前辈身中八枪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一名军官模样的越军 从土堆后面钻了出来 得意洋洋地要捡他的枪 突然 浑身是血的吴建国前辈 一把抱起这名军官的双腿 猛地往下一拖 几个翻滚后 两人一起滚下了 两百多米高的悬崖 前进的道路再次被打开 后方的战士们一跃而起 成功占领了二号高地 战后 吴建国前辈被追击一等攻 受与狼牙山舞壮士士的 战斗英雄称号 随着123号高地的收复 612高地仅剩下北面的4号高地 已构成不了危险 加上这里又是山高坡斗 严动丛生 为了防止高地上的落网之鱼死灰复燃 连部决定彻底清除 高地上越军的残余后 再向北面的4号高地发起进攻 当战士们好不容易清理完山头时 已接近黄昏 而且还突然下起了大雨 大雨加黑夜 无疑增加了进攻的难度系数 连只在寝室营部后 决定全联就地休整 明日再战 第二天一早 当战士们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 向4号高地发起进攻时 却发现山头上空无一人 原来 号称自二战起无败计的绝胜营 竟然在一夜之间破雨逃跑了 随着612高地的收复 对面的400高地也就失去了支撑 但400高地本身就是由数十个 相互交错的大小山头 组成的一个堡垒群 步兵一旦进入 就会四面受敌有来无回 为此 1270罕见的派出了坦克连参战 异常写入教材的不坦协同 即将打响 请看下集 400高地之战衣 铁甲雄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